哈喽大家欢迎回来小宝的频道 之前呢给大家分享过普通人该如何选择卡迪亚的对戒 那收到了大家的一波喜爱 那今天这一期呢也是超级干货满满 想要把它送给所有被婚想要买钻戒的几美们 三分钟教会你该如何选择卡迪亚的钻戒 那今天视频的主题呢分成以下几点 第一个呢会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讲明白卡迪亚的钻戒种类 第二个买钻戒需要注意的几点 第三个呢会从售后尺码和价格来聊一下 第四个呢就是买钻戒之前的几个小tips 今天这期视频看完了之后 我保证你们可以分分钟冲取专柜开始挑选你们的钻戒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别忘了把它收藏起来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首先呢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卡迪亚的钻戒种类 卡迪亚一共有七种不同的钻戒种类 首先第一个1895 四个爪子托起来一个钻石 这个就是1895最大的一个特点 1895的借托呢你可以选择普通的或者是香钻的 借托的材质呢你也可以选择黄金玫瑰金柏金 说到主钻石呢你是可以选择钻石 红宝石绿宝石蓝宝石 然后钻石的形状呢你可以选择方形长方形圆形 椭圆形和水滴形 第二款呢我们来说Cartier Destiny 这款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包钻的 也就是说一个主钻石旁边是香了一圈钻的 那这一款呢跟1895是一样的 你可以选择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和水滴形这几种 第三款呢是Trinity Rubin 这一款真的是我个人最最喜欢的 真的超级好看 我见过这个钻戒的食物真的是美炸了 而且这一款呢如果你有1到2克拉的话会特别显大 真的太好看了 这个做工简直就是绝绝子 第四款呢叫做Bara Ring 这一款呢其实还蛮小众的 我搜索了它的名字 但是也没有很多人选择这一个款式 第五款呢就是最经典的Love系列 这一款呢也非常好辨别 就是一个Love的速圈上面镶了一颗钻 第六款呢叫Vendon Louis Cartier 这一款呢也非常的好辨别 有点像Trinity的那个戒指上面镶了一颗钻 所以Love和Vendon呢可以拿到一起来比较 看你更喜欢哪一种 最后一个系列呢就是小方糖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熟悉这个系列 它非常的小巧精致 最最出名的呢就是那个长方形的小钻 戴起来呢非常的优雅非常的精致 比较适合手小的女孩子 那我们刚刚一起看了7个不同的款式 那下面呢我们来聊一下买钻这些需要注意哪些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全球对钻石分级的一个通用标准 也就是我们说的4C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这边再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Parrot 克拉数 Cut 切工 Color 颜色 Clarity 进度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不会给大家来深入的讲 不然的话大概能说几集 给大家来总结几句话 宁可小也要闪 GH性价比最高 选3EX的切工 看GIA证书 如果记不住的话截图慢慢品 那1895和Destiny到底怎么选 其实它们两个呢并没有一个好与坏 而是要从不同的切入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先从镶嵌方式上来看 4爪呢它空隙更大 所以更多的阳光会照到钻石上 钻石会更加的亮 Destiny这款呢我们要从一个牢固性来讲的话呢 这种包钻的肯定要比这种4爪拖的要更加的牢固 所以这两款其实并没有谁好与不好 只是看你会选择哪一个 但是呢大家注定了Destiny真的主钻非常显大 它的这个镶嵌工艺呢决定了这个设计就是会看起来比1895要大很多 如果你的预算不是很足 但是又想买一个钻大的 那就去买Destiny 下面呢我们就来从售后价格和尺寸 给大家分别解析一下 很多人说呢钻戒品牌的溢价太大了 但是品牌溢价大又怎么了 谁不喜欢品牌 品牌有一个最好的保障就是它的售后 比如说你的钻戒买小了怎么办 掉钻了怎么办 待了若干年之后它变形了怎么办 若干年后你想要翻新该怎么办 所以我个人还是更加建议大家去买品牌 那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价格 在选钻戒之前呢你真的一定要想好你的预算 预算是一切的起点 也决定了你的主钻可以选择多大的 之前呢还有一些粉丝会问我 关于钻戒的价格 其实我没有办法说 因为每一个钻戒它都有不同的这些切割进度 还有科拉术 我没有办法给你爆出一个准确的价格 这也就为什么官网也没有价格的原因 之前呢我专门给大家出过一期视频 关于卡地亚的戒指该如何选择尺码 那大家呢可以翻一下之前的视频 如果你们想要那个尺码表的话呢 也可以后台撕进我 最后呢就是大家买钻戒之前 给到大家的一些小建议 因为其实天气的各种变化 或者是你自己生理上的一个变化 下午呢是误差最小的时候 我个人会建议你下午去佩戴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在两个尺码之间进行选择的话 我建议你去选大的 因为很多戒指呢是可以改小但不可以改大的 第三个呢就是在你买钻戒之前 因为毕竟是一笔不小的投入 先问一下你的销售 你的这一款是不是可以改大小的 最后的最后还是提醒你们 先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 反正你们早晚都会用得到 希望大家都能够选到自己心仪的钻戒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呢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也别忘了加个关注 之后呢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内容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